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倒是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兩位 就是剛剛事實上在演講 姚老師演講的時候 就一直談到價值觀的問題 事先剛的回答 也一直談到價值觀 價值觀 我不曉得大家理解價值觀是什麼 所以我想要針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您所謂的 您談的價值觀是指什麼 什麼樣才能夠叫做價值觀 你可以再跟我們談一下嗎 因為如果說我隨著環境變化 我也跟著改變 這個是一種價值觀嗎 還是這是一種什麼 到底什麼是價值觀 或者是價值觀可不可以改變 姚老師先請教姚老師 價值觀隨著年齡可能會有改變吧 隨著自己的智慧的成長恐怕也會有改變 價值觀怎麼定義 用最簡單的話來講 價值觀就是你活著幹嘛 就是這樣 你活著說長實在不長 100算是很厲害了 那100以下叫做正常 現在台灣的女性 在座所有女性平均叫做89 所以有的人會超過 有的人會燒魚 所以總是就是這麼長 每天活著總有到結束的一天 所以價值觀就是讓自己覺得 如果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對前面做過的那些事情 都不要太多後悔 所謂的太多後悔就是說 很多事情你想說 到了什麼時候我再怎樣 通常很多時候是那個時候到不了 所以你的價值觀就是 你活著到底活著幹嘛 講很白的話 你活著要幹什麼 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媽媽就跟我講 做一個有用的人 有用 對社會有用 就是我存在的價值 沒有用我為什麼要活著呢 包含小時候我有用簡單 不要讓媽媽操心 乖孩子功課還可以不要操心 那這樣就有用啊 當然現在的有用就不太一樣 因為發現我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那麼多問題 我剛好有這些想法 我總是不能不講 我總是不能去不想辦法克服 我活著就是要解決問題 如果今天突然 今天第二天睡醒的時候 真的看到沒問題了 天下太平 社會上沒有問題了 那我任務已經達成了 我可以不起床了 就是你的價值觀就這樣 那你要做到這些事情 你要不留意所是你的價值觀 你要誠信就是價值觀 你要多贏 你不是以利他為最好的利己 就是一個想通了 要讓自己有用 我發現 我不得不的思維了 我就變成要達到我最有用的時候 我應該才是怎麼做最有用 我就發現有很多要達到有用必要 比如說我講話沒有信用 我沒有誠信 那我怎麼會有用呢 一定沒有那麼多人要配合更好去 我不會找他們死在愉快 我會先 所有的實質上我在董事會做決定 要投入到新的可能有風險的 都是我先講清楚了 承擔這個風險 董事會要不要支持 因為我一定把可能的問題先談到前面 我也不太想做 因為做責任很大 但是站在組織的議場 你又不得不做 因為一個企業希望越來越有用 對社會的貢獻也來鬥 我媽媽一直說為什麼要做那麼大 又在問 跟上人在講 為什麼 責任為什麼要把自己扛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我能力所及 能夠盡量貢獻的話 就盡量貢獻 就這樣一個價值觀 你要對自己活的要做交代 大概這個簡單 想我